哈喽大家好,我們現在正在福建泉州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泉州近江安海 今天中午呢,我們來嘗一嘗本地的一種美食叫做鹹飯 這家店大華福濟 那這家店1973年就開了 市集飛物之文會場 網上點評的是不會踩雷的 一家吃鹹飯的店 客社呢是吃鹹飯加牛排骨 你那個是粽子嗎? 這個肉粽 粽子跟鹹飯有什麼區別? 粽子是肉米做的,這個是粘米做的 鹹飯是大米做的 老蔥啊 好像烤飯 這個是炒飯嗎? 炒的什麼? 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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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蔥的美食都有 牛肉跟鹹飯 肉粽 這個是他們的清點牛排 八十五元一斤 待會我們就點一個 聽說分量很大 這個叫牛肉跟湯 看很多人都點了 這裡面是牛肉跟牛丸對不對 這裡養的汁是什麼湯 牛肉湯,骨頭湯,牛肉湯 就用牛骨牛肉熬湯 湯 這是什麼? 半斤牛排多少錢? 半斤四十都在 一天八十五 人好多啊 這個是牛肚是不是? 剛剛那個湯就是用 這一鍋湯是不是? 牛肚、牛骨 牛跟湯跟這個湯是一樣嗎? 一樣的 都完了 世界好多人啊 好熱鬧 他們都是用 這是肉 一次性完的 這也吃很多人 那這個是鹹飯 鹹飯其實就是炒飯 炒了胡蘿蔔、香菇 上面小一點花生 這一份三塊錢 炒得很好吃啊 很香喔 牛肉羹 來炒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湯是用牛骨、牛尾、牛肉熬出來的 很香嗎? 很香啊 牛肉湯可以 上頭的牛肉湯有的一片 這塊不是牛肉 它是牛肉醬 類似於牛丸 先把牛肉打成醬 再薄成一塊一塊來煮 牛湯牛湯 牛湯味很濃哦 哇好好吃啊 這碗十一塊錢 我們今天早上跟昨晚都有拍過本地的視頻 所以我覺得吃不慣 這家我覺得好吃 那是好吃了一萬倍 牛排 它這種醬 自己調的 哇很香哦 哇好好吃 一般我們看到這種肉 你會覺得它就很硬 吃完之後呢 滿牙的 沾了 這個肉 它這個熬的還可以 不會說全部很爛 但是呢 它還保持肉的嚼勁 牛雜湯 牛筋 也有牛肉 哇今天中午 肉量很足啊 這個肉很好養 真的熬得很爛 這些牛肚、牛肉、牛筋 就是在這鍋湯裡面熬出來之後 去做牛羹湯的 已經熬得很爛了 好的謝謝了 接著我們先慢慢吃 鹹飯 牛肉 牛肉羹 牛肉湯都好吃 但是呢 缺點就是太忙了 忙到它沒有給你上正常的網去裝 都是給你一次性碗 就很影響你在吃的時候那種體驗 想踩雷的 想吃本地的鹹飯 來吃一下就對了 我們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見 拜拜